评传说明镜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评传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令人激动的比赛 由Sky大战FQQ 这是双方在5月5号的一个约战 打了一个BO5 这是双方的第一场较量 好地图选择的是LT Lost Turbo 失落的神庙 一张非常经典的地图 出生在地图 大概三点钟位置 是蓝色的人族ID 把Sky当鸟丸 这就是FQQ 非常调皮的一个ID 好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12点钟位置 也就是Sky本尊 Sky李小峰 好奔赏对抗是双方5月5号中午12点 约战的BO5第一场地图LT 好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Sky这边说发的是大法师 FQQ说发的也是大法师 那之前其实双方是约战过 具体比分不太清楚 反正是FQQ赢了 还有一局 FQQ一个6级Tinker 把Sky打得没有脾气 好 时隔半年多 双方再一次越战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 双方的战况如何 英雄 双方都是大法师的一个手发 FQQ开局 他又不造兵营 人族内战 他也不造兵营 FQQ继续他的非主流打法 那我们看一下盖哥 盖哥这边是常规打法 说发大法师 小房子早在外面提前预警 侦查 这侦查的方向刚刚反了 没有看见 好 FQQ第一时间起偷袭 哎 转角预见 没想到双方相遇了 FQQ表示 真的巧啊 居然第一时间侦查到了对手 好 盖哥本来想开矿 一看见FQQ 是吧 过来了 赶紧处理一下他 谁知道FQQ背后又要搞什么 好大法师 富特曼先把FQQ的大法师给赶跑 盖哥表示 我必须谨慎一点啊 千万不要被FQQ给偷家了 好 富特曼的话 侦查一遍 发现方向走反了 赶紧回房 那这边 房子提前预警 看见大法师来了 FQQ大概率是下暴风雪啊 呜呦 这个暴风雪一砸 盖哥 这个塔直接外造啊 就是防止大法师过来偷袭 后面疯狂的造塔 盖哥应该是准备了不少作业的 毕竟之前越战输了啊 这一次的话 提前做了不少的工作 好 那接下来的话 盖哥把大法师赶跑之后 民兵一敲 还是要开框啊 富特曼过来看一下 FQQ有没有偷练分框 一看 没有 可以可以 那稍微的侦查一下啊 千万不能让对手把分框给开出来 诶 FQQ的大法师 起温泉 泡了一下 继续过来骚扰 盖哥的话 民兵一敲 脸分框了 好 小房子提前预警 圣塔已经好了 完了 大法师发挥的空间很小了啊 这跟他相当的精髓 外造一下 到时候这跟他也升级一下 完了 可以给我怎么办 这大法师好像没有空间去骚扰啊 好 加厉的话已经是提前升本了啊 二本升的非常的快 那大法师 骚扰不了 那只能练极了 暴风雪练 练这个423还是比较好练的 来 盖哥练完分框之后 拿去对手家里看一看 看看啥情况 接下来看看FQQ能不能侦查到盖哥开框 其实不用侦查 大概率也能猜到盖哥的一个打法 来 大法师要不要去泡个温泉 盖哥这边的话是买了一个单船 单船到时候及时回房啊 确实 打FQQ你必须保证英雄能快速回到家里 否则对手可能又搞偷袭了 这一波FQQ打了一个加六的公爪啊 鞋子单船 投款全买了啊 这一波的话是单船回家 捂一波状态 然后继续骚了 哦 这一波他想开框 但是盖哥提前放了一个富特曼在这里啊 好 侦查到了 嘿 你想开框 盖哥 练完这个点的话 直接可以去分框看一眼啊 你想开框 难度还是有点大的 来 这一局FQQ的话科技领先 但是呢资源落后啊 大法师的英雄点击也虚微的有点落后 好 盖哥 抓到你了 哎 居然一想开框 门也没有啊 上来直接点大法师 这一波的话 小心 又打了一个贵族投还 还有一个野怪 没为时间练了 赶紧走赶紧走 人口方面 那这一波FQQ也是落后有点多的啊 好 家里二本生好 他二发的是血法师 FQQ他要选择双AOE一个打法 大法师去泡个温泉 双头魂 大法师的属性质还是比较的高 那这个神秘圣殿能造好吗 里面空间不太够了 只能外面造一个 好 这两根塔稍微可以掩护一丢丢 但是掩护也不是太多 来 盖哥的富特曼继续给压力 这样自己的分框呢 才能安安心心的踩啊 好 FQQ的大法师 现在温泉泡的差不多了 看看能不能以进攻代替防守 血法师即将走出祭坛 这边富特曼的话疯狂的偷袭这边的农民啊 来 圣塔 好 把这个水元素给搞掉 哎 富特曼想去泡温泉 结果大法师看见了 好 两下直接点掉 这个大法师的输出还是比较可观的 血法师 走出祭坛 哎 难道要踢阿吗 身上买塔了 双神秘圣殿 双女巫 那我们看一下盖哥的一个科技情况啊 盖哥 奥本的话 刚刚升好了三分之一 那预测到对手可能要进攻了 盖哥家里也是造一点塔 哎 FKQ 民兵一敲 哦 他要踢阿了吗 FKQ 要踢阿斯盖 呵 这是不是班美弄斧呢 我们非常期待啊 想当年盖哥巅峰的时候 一波流 非常的猛啊 好 这一波的话 一个富财班过来侦查 看见了 无有 果然一波流来了 那盖哥 是做好防守 大法师第一时间 单传回家 他赶紧造好 这边再补了一个兵营 这个兵营呢 一方面可以出兵 另外一方面的话 可以当一个门神 盖哥直接民兵敲出来 面对FKQ的进攻 盖哥还是处理的 非常的谨慎啊 民兵敲出来 哎 敢打跑打跑 千万不能让你在这里 多造点东西 好 防火一烧 大法师 报奉险 砸一砸 不过呢 盖哥这边的部队 并不会站着不动 这两根塔 造不起来 哎呀 这一波梯啊 感觉要失败啊 现在FKQ 唯一的一个优势啊 就是有女巫可以缓速 最好是把盖哥 所有的部队缓速 还是把蓝奥双AOE效果啊 打一个爆炸伤害 哎呦 冰火 两重天 可惜呢 这个部队不会站着了 你打 刷女巫 刷男巫 好 这个塔的话 只能造得非常非常远啊 慢慢慢慢的往前推进 这根塔 还是造不好 来 这个FKQ可以点掉 哇 但是农民 拉了三个 现在已经挣完了两个 盖哥的大法师 也是有点撑不住了啊 好 水盐速搞掉 接下来的话 看看大法师爆空血 好 砸一下塔 这个爆空血砸的位置非常舒服 塔 点不到大法师 但是大法师可以砸到对手 另外一边 血爬师 处理一下盖哥的大法师 哎 这一波盖哥 好像还是有点危险的啊 这根塔 能起来吗 大法师 一色血 跑 南无 有没有生好这个驱散啊 也没有什么魔法值 来 大法师继续爆空血 差一丢丢到三啊 三级之后 二级爆空血 这个输出就不一样了 好 盖哥已经开始转火枪了 转火枪的同时 防守也要做好 这边已经有四个女巫了 呜 又是放一把火 这AOE的伤害有点高 盖哥这个分框 难道要沦陷了吗 人组 TR 人组 FKQ 送AOE一个打法 看来FKQ也是做了一点功课 好 大法师 升到了三级 意味着有二级爆空血了 这个AOE的能力有点强 盖哥的大法师 还是没有到三 加里二本升好 也是二法一个血法师 好 盖哥这一波 非常高啊 你用什么英雄 我也用什么英雄 来 不过他的血法师呢 是做补给 FKQ的血法师 主要是进攻 来 这一波 看看FKQ能否攻进去啊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势 随着时间的流逝 盖哥这边的话 科技进度已经没怎么落后了啊 然后资源领先 FKQ必须加速进攻啊 否则越拖到后面 FKQ会越难打 来来来 这根塔还是起不来 血法师抽你一下 你的血法师不能抽 哎 看看赶紧把血法师整到二级 好水元素 可以 二级了啊 可以抽来了 这一波的话 FKQ又可以给对方的塔来点压力 科技情况 FKQ还是二本啊 没有去升三本 那二本打二本 盖哥只要再拖延一下 自己火箱数量成型 这个伤害还是比较可观 好 这一段时间 FKQ基本没有死病啊 盖哥的大法师 依然还是二级 升不到三 哇 这一波AOE的伤害 盖哥的塔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幸好这里再补了一根圣塔 血法师 位置 要不抽一下 好 两个男人互吸 你吸我 我吸你 看看谁吸得更猛一点 大法师的话 现在37点魔法师 好再恢复再等一丢丢啊 有蓝之后 二级暴风雪一砸 这别小农民可能撑不住 呜呦 三脚吸 两个人互吸 三脚吸 血法师玩起来真的是花样多啊 哎 大法师 哎呀 又没有蓝了 好 这里抽一下对方的大法师 对方的睡法师 这一波睡法师赶紧给大法师送点蓝呗 来 男女巫的输出呢 还是一般般 主要是靠这两个英雄大伤害 呜呜 盖哥的大法师 还是没有经验值啊 打了半天 盖哥没有搞到一点经验值 当时FKQ杀农民杀了不少 这一波看看 盖哥的话 火枪数量已经差不多要成型了啊 已经有五有个了 普腾曼 加上一个火枪 火枪的话点女巫 速度非常快 好 这个暴风雪砸得 呜呜 非常的舒服 男女巫 在前线做补给 然后呢 刷英雄啊 打AOE的伤害 盖哥的话 继续啊 把这边的火枪数量给攒起来 哎 大法师走位小心一点 呜呜 这个雪法师 不让他回去 好 暴风雪 继续撒一下 小农民 有点扛不住了 盖哥 这个分空还能不能守住 按道理 刚才最危险的时候都守住了啊 现在 只要火枪的数量慢慢成型 问题不大 这里 哎 破法破法 把这个破法度打死 破法打死 大法师就能升到三 三级之后 哇 又二级大水源了 好 盖哥 大法师终于是升级了 盖哥表示 你下暴风雪 我也下 你出雪法师 我也出 可以 样的英雄 我的兵 跟你的兵 有点不太一样 那看一下 FGQ 还是二本 盖哥这边 也是二本 二本 打二本 但是盖哥是双矿 FGQ的话 这一波TR 进攻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啊 盖哥这边 凤狂的操作 这一局 FGQ好 他要出小炮了 心想 不行 我这推进了半天 推进的进度有点慢 后面 还是转点小炮啊 小炮的话 倒是要狂轰乱炸 但是盖哥这边的火枪数量 无油 已经多少个了啊 三 加上六 已经九个了 马上就十个火枪 好 包裹鞋砸一下 无油 这边打 有点撑不住了 我大法师自己给 也撑不住 火枪点女巫 无油 这个速度有点快 还可以证明 好像有点撑不过去了 盖哥表示 我要打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 小炮还没有出来 但是前线稍微有点撑不住 大法师 什么时候有暴风雪 无油 盖哥表示 我的输出也很炸裂 好 现在有法师部队 可以稍微的缓速一下 盖哥是全部打输出 不跟你来花样 全部打输出 完了 FK这里有点撑不住了 火枪击火 一人一个兵倒下 击火 一人一个倒下 血法师 一不小心 可能会被秒 这一波 暴风雪 砸一下 这边血法师 要不要放八火 血法师好像现在是辅助大法师 来 人口的话 现在是49人口了 盖哥 天哪 盖哥已经是78人口了 盖哥表示 我这双框不是闹着玩的 确实资源非常的多 只是英雄等级血法师没有到 只要血法师一到二级 也剩一个后 这边男女巫 可能就有点扛不住了 怎么办 FK这一波TR 随着时间的退役 盖哥的部队越来越多 FK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 这已经不禁反退了 越大 孤家打到自个家里去了 大法师 好 又有魔法师了 血法师的话 继续辅助一下四肢大哥 火枪 还是有点硬 好 双方继续拼一个细节 拼一个操作 虽然盖哥这边 没有法师部队 操作空间比较小 但是我操作起来 就是快 好 FK要转三本了 转三本 后面三本打二本 好 另外一边 盖哥一两还是二本 给个敲咪咪的转了一个三倍 后面效果可能不一样 这下火枪有点站不住了 盖哥看看要不要出点法师部队 不出法师部队的话 这边的火枪有点撑不住 好 直接买裙部 要什么法师部队 双方双方再受啊 群补一吃 真难了 他又回来了 这一波 呜呜 宝风雪 有没有火一烧 宝风雪可惜 没有跟上啊 魔法师不太够 好 盖哥也是转了一点破法 怎么办 这FKKO 输出的话 英雄 英雄打破法 有点打不太动 好 盖哥追了半天 要回去 吃个半里啊 补一补 这边的话 FKKO三本生好了 已经开始出粉碎小炮 福特曼侦查了半天 哎 对手距离还没有开框 好 福特曼一侦查 哎呀 对手升了三倍 那盖哥要赶紧应对 看看盖哥 要不要也升一个三倍 双方进攻 已经打了将近15分钟 目前的来看 双方局势 还是摇的有点紧 FKKO的话 依靠科技领先来打 那盖哥呢 通过资源优势来打 谁也奈何不了谁 当然死里的时间的推势啊 双方这个局势 可能会发现一些 比较大的变化 加里三本生好 FKKO会选择什么兵来打呢 哎 FKKO要开框了啊 终于要开框了 那个福特曼去进攻 把他A掉 有机会开框 这里小炮出来了不 小炮暂时还没有出啊 粉碎是生好了 这把盖哥又开始防守反击了 放火一烧 破罚表示 我不动太删啊 来来来 大法师的话小心一点 好 包红鞋砸得舒服 血法师辅助一下 接下来盖哥要开始把这些违章建筑给清理一下了 破罚出来 那盖哥这边没有女巫 没有没有缓送 所以破罚这个小炮还是可以操作一下的 大法师要不要包红鞋砸一砸 三个破罚 四个破罚 五个破罚 盖哥的五个破罚 我们前一顶也是比较硬的 我们前一顶也是比较硬的 怎么办 血法师 我这个火烧 几乎选中 大法师包红鞋再砸一下 FKO表示 呦 这个推进起来难度非常的大 关键这个破罚怎么打 破罚怎么打 自己的破罚已经死完了 只能小炮 不用 小炮一轰 现在英雄等级 三二 打一个三二 FKO再也没有英雄等级的一个优势了 那现在分框 终于开好了啊 17分钟 FKO终于把分框给开好了 但是盖哥的分框已经开了N9 资源方面 双差还是比较的大 现在C者打到后面 盖哥的部队越来越多 FKO的话 双AOE的效果 伤害已经有点不太够了 铝 抽一下大法师 那血法师跟上 你抽我 我也抽你 人口44 大战这边的80 盖哥的人口 相差一倍了啊 好 盖哥表示 哎 要不要对拆 盖哥还是 稍微的啊 正面去接触一下 不能让FKO那么舒服的打输出 分框的话 他已经拆的差不多了 FKO想杀农民 农民提直走位 哎呦 这个破法被捅屁股了啊 有点撑不住 赶紧跑 好 大法师的话身上有回程 哎 杀农民 我这一波火 这一波爆红血砸得舒服 这边火一烧 然后交个TP 被逼中了啊 赶紧走赶紧走 盖哥的分框 还是保住了 那FKO的分框呢 现在开的也是蛮舒服啊 只是没有塔 后面被发现之后呢 会比较难受啊 那接下来 FKO三本的话 是出的粉碎小炮 好 他好像要出兵营了 您感性 18分钟再出兵营 他要转骑士了 不行 不转骑士的话 对方的这个火枪 输出还是比较给力 自己有点撑不住 58 大战80 盖哥的主框即将踩完 那FKO的主框呢 也差不多啊 1000多块钱即将踩完了 接下来 后面双方这个分框啊 开的怎么样 很关键 好 盖哥去练个大典 把血法师整到三呗 血法师整到三 升高二级火 这个AOE的伤害就不得了了 这边七级黑胖子 打了一个DK的邪恶光环 好 FKO再一次过来进攻 盖哥这一波的话 分框的塔有点少啊 呦呦 直接想拆基地 不过盖哥第一时间交替币 FKO 围 大瓦之的位置 我差点被围住 女巫的话 倒下两三个 男巫也倒下 现在人口相差有点大 机动性方面的话 FKO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啊 边走 边打 这边的话已经 噢 搞到嗜血了 火枪嗜血 小炮嗜血 这哪里来的野怪啊 才不给你们加buff了 哦 盖哥直接往前冲 你敢输出不 哇 小炮四个 但是没有前排扛啊 扛不住 那赶紧转骑士 破法的话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哦 小炮狂火乱炸 那这一局 你敢信FKO跟盖哥拼正面 但是拼了半天 好像效果不咋的 哎 小炮 哦 这里再放一把火 盖哥双矿 很早就开好了啊 所以说群补一吃 部队他又回来了 看一下盖哥 也升好了三本 可以 你升三本 那我也升 你能出什么兵 我也可以出 是吧 我资源还刚才比你领先 那接下来看看 FKO能否破这个局啊 这个分框暂时比较稳啊 但是这个分框什么情况 三个农民踩 破法 要一起看一眼了 发现之后呢 盖哥过来进攻 可能会拿下 哎 二十一分钟 FKO敲了一波民兵出来 竹矿的话即将踩完 民兵敲出来 要继续去开矿吗 这个位置走的 他要开这边的矿不 这边的岛 这里应该可以走过来的啊 再把这个点给炼掉 继续开矿 火枪 攻防 升好了一攻啊 盖哥这边是四三的一个英雄等级 这边的话是三二 FKO 英雄等级已经开始落后了啊 一直进攻 没怎么练及 好 也是四三了 盖哥过来一看 嘿 小小分框 给你整了 FKO三英雄选择的是 神骑士 但是这个分框 马上要倒 FKO只有330关键的情况了 那练完这个点 好 分框还可以勉强开一下啊 打了一个 烈焰披风 FKO他就转骑士了 这个资源 有点不太够啊 分框能守吗 人口方面差距有点大 不带好守 小农民的话 要不要去这里开一个框啊 不带好开啊 点还没有练掉 好 升级式出来 可以稍微保一下 英雄的持久力 盖哥分框 还有3000多 嗯 FKO的话 分框已经临线 货 盖哥原地 把这个分框占为己有啊 来 塔的位置非常刁装 分散一下 不要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的话 被冰火两重天啊 打的会比较的针对 好 盖哥已经升好新火了 哎 这个破法想应对吧 FKO民兵 敲了出来啊 哦 这波血法师 哦呦 吃个血瓶赶紧跑 哇 这一波AOE的伤害 有点爆炸 赶紧跑赶紧跑 盖哥先想 呦呦 对方这个爆炸打的有点猛 这个分框能不能守住 哎 FKO没有去冲 他是不是没有发现 对手抢自己的分框啊 好 去拆一下对手的一个框 目前来说 FKO的资源 嗯 已经没有入账收入了啊 盖哥这边的话 又一个分框要开出来 啊 当然来 魔兽方面的话 运营方面FKO 差距还是有点的啊 来来来 三本骑士 还是要把这个分框给端了 但是盖哥在那边 又成了一个分框 这一波FKO 62人口 全家老小 拉出来 这一波要搬命了啊 好 AOE伤害一放 这边小农民 及时拉开来 那盖哥要不要叫TP呢 盖哥表示 跑得来合掌 跑不了一遍啊 你跑 我就把你的主框给拆了 往三本基地 要被拆 火枪 现在是一公零防 大法师的话 四级即将升到五级 血法师也即将升到四 那分框拆完 FKO也是主动 赶紧去拆主框了 两个人 从拼正面 都开始对拆 打的 那叫一个惨烈 好 这边的话 尤其是 骑士大军 拆建筑还是比较快 那盖哥 马上拆完 拆完之后 是不是要交TP啊 60 大战87 盖哥的人口 确实高 好 交TP了 FKO要撤吗 但是有点退无可退 双方正面开始对拼 大法师 暴风雪 砸下去 AOE伤害 但是对手拉开来了 火枪火枪 倒下两个 这边血法师 直接吐你后排 轮到盖哥的回合了 暴风雪一砸 这边还有个吹风 这边还有个吹风 好 这一把火一放 FKO有点操作不过来了 打的方面 盖哥英雄等级也是比较高啊 这英雄技能一甩 输出也是很炸裂 好 盖哥这边也转骑士了 那FKO完全打不过了啊 真的是人咬马翻 怎么办 后排直接被切 大法师大法师 呜呜 直接围住 大法师的话 想单船走 人咬马翻 大法师阵亡 FKO大出几句 我们恭喜盖哥啊 第一局拿下 从这一局来看的话 FKO这个正面操作也还行啊 只是运营方面 还是差点意思 我们恭喜盖哥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阅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再见